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方法很不错 因为如果用棉花棒轻轻在眼睛底下 把残妆带过的话 好像就不会有问题了 对呀 而且你刚刚讲的眼睛就是目足 目足就是眼睛了 而且这时候化妆的时候 都不要忘记要使用这些小物 才可以让你的妆容百分百的加分 我们刚刚提到化妆就叫做发肿 发肿就是化妆了 今天要教大家用棉花棒化妆很方便 这句话怎么说呢 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 用棉花棒发肿一粒片 用棉花棒发肿一粒片 今天勾勾工哈发 只要告诉你 女生要如何避免化妆的时候发生悲剧 到15秒 5 4 3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导播 谢谢摄影师 Albi你看顶了一天妆 那妆都化掉了 尤其是那木竹附近 黑黑的糊成一块 有没有补妆粒片的方法 我们可以利用棉花棒 棉花棒可是补妆的好工具 赶快教教我 好需要 明华 对不起 要你等好久 不会啦 太好 不过你怎么会再发肿啊 风风很大 有像要吵到木竹里面 慢慢锁鼓 就觉得木竹附近脏脏的 我有粒片的方法 而且还是造型师教我的呢 用棉花棒啊 沾一点点啊 粉底液 你用用看 是不是感觉不错 现在是不是觉得 用棉花棒来解决残妆的问题 非常的方便呢 真的 听你这么一说啊 我都觉得棉花棒 真的是化妆必备小物呢 对啊 所以今天教给大家都非常的实用 赶快要记起来哦 先帮大家来复习一下吧 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方便 方便就是粒片 粒片就是方便了 那化妆怎么说呢 化妆呢就叫做发总 发总就是化妆 那眼睛要怎么讲呢 眼睛就叫做木竹 木竹就是眼睛了 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呢 用棉花棒化妆很方便 这句话怎么说呢 这句话要帮大家复习的是 用棉发崩发总一粒片 用棉发崩发总一粒片 今天勾勾工好发 带给所有女生化妆的时候的一些 好用小技巧 我们下次见 CGI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